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摸向前一段时间出的游戏 《我的世界地下城》 吸引了很多MC玩家的目光 作为一款动作冒险游戏 其中的武器自然是非常丰富的 最近有大使玩家将地下城中的武器 全部搬运到了MC1.16版本中 足足有几百件武器吧 若是真的在这世版本中 真可以算得上是史诗级的更新了 随便拿到数据包中的物品看看 装甲版的味道是 看起来比原版的更加深门了些 但估计和铁傀儡比起来 还是三招未秒 MC地下城中 众多的弩也被搬运到了这个游戏中 但这弩不知为啥 箭矢飞到一半就垂直下降了 比原版中的弩要地理很多 这个战斗法杖 可以提高玩家的行军速度 但好像也只会给这一个buff 这玩意儿不能用来输出 攻击力和原版的木棍差不多 若是要输出的话 这把蓝色的战斗法杖 虽然能触发大爆炸 但连带自己也给炸死了 真就杀敌一千自损一万 模特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 看到这个马蜂窝了吗 还挺像一个浮游炮的 但这玩意儿完全就是一个摆设物 也不能帮玩家打怪 算是一个重看不中用的道具了 这把蝴蝶弩 看起来有些炫酷 造型挺适合用来瞄准的 但明显就是套了个模型 这个厨子味道士 看上去就比较地地了 都知道味道士的落音神斧 在原本中连全套钻石甲都颤抖的存在 但这个厨子 只会用汤勺攻击玩家 老哥你是来搞笑的吗 这到底是来战斗还是来做饭的 可以看到厨子味道士挂了后 生命恢复buff 好吧 看来错怪这些厨子了 这压根就不是啥黑暗料理啊 俗话说得好 一寸长一寸强 这把武器的攻击距离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比原版的剑攻击距离远特别多 有了这把剑 控制好距离 五角南角绝对兽 都不是啥难事了 黑暗太刀 攻击距离也非常的给力 要说模特中最给力的道具 我认为是这个再生图腾了 只要放置之后 玩家和铁图类 就可以获得急速回血的buff 在范围内基本无敌了 但一个再生图腾 大概只能维持十几秒 推荐多背几个 狗在图腾的回血范围中 还真就无敌了呗 另一个图腾 可以理解为一个护盾 远程内的武器无法穿透 多背了几个再生图腾 就算在双怪龙的正上方 也变成了玩家阵营的主场 呃 就是这粘野般的声音 听起来怪恶心的 好了 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喜欢我的视频不妨点关注 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